病都是堵出来的 最好的疏通方法都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中医徐大夫 中医里常说 痛则不痛 痛则不痛 就是说人体中的气血 也就是气肌 就像流水一样不断循环着 如果气肌是通畅的 血脉能够顺利咒流 这时就不会产生疼痛 而身体的疼痛或者产生了疾病 都可能是因为 身体发生了瘀毒 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讲讲 针对于不同的瘀毒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 来疏通经络呢 在为大家讲解之前 希望您动动双手 点赞收藏 以免视频丢失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的 也欢迎私信留言 我会为您解答 请大家注意我描述的症状 进行对照 如果有类似的情况 别忘了收藏疏通方法 第一 气毒了 气瘀 这样的患者常常有 叹气 胸闷 烦躁 郁闷 烟布有异物感 女性还会伴有乳房胀痛 这大多是气瘀 生活中可以多吃 萝卜 芹菜 香菜 山楂 豌豆 帮助顺气 还可以按揉蛋中穴 蛋中穴位于两侧乳头中间 与胸骨中线焦点处 它对于情绪郁闷 心悸 焦躁都有患解作用 如果您长时间经常生闷气 不开心 您按一下蛋中穴 有可能会出现酸痛 怎么办呢 用大拇指指度按揉 蛋中穴不要怕疼 每天坚持按揉会有效果 第二 血堵了 血瘀 这样的人皮肤容易瘀青 脸上容易生斑 牙齿容易出血 舌头紫暗 有时身体某部位 会感觉到真次样的疼痛 小便少 颜色深 皮肤还容易干燥 这些都是血瘀的表现 可用活血化瘀的食物来调理 比如银耳 木耳 黑豆 山楂 绿茶 三七等 还有大蒜 中医认为大蒜 性 新温 其所含有的大蒜素 有化解血瘀 扩张血管的目的 被称之为血管清道夫 还可以爱揉合骨穴 先以右手拇指内侧盲纹 对应左手虎口 拇指下所按压的地方 就是合骨穴 合骨穴由宣泄气中之热 生清降灼 疏风散表 宣通气血的功效 第三 湿堵了 湿癌 这样的患者身上容易出现湿疹 疯疹疮疮疮 身体有时会觉得沉重 乏力 精神不振 老是睡不醒 这多是被失血侵犯了 失血本身并不难 平日不妨吃点健脾去湿的食物 比如山药 白扁豆 红豆 玉米 无灵 嵌食都可以很好地改善症状 还可以按压阴灵拳穴 取血方法是用仰卧或正做的姿势 颈骨内侧科后下方45度左右凹陷处 就是阴灵拳穴的位置 按摩方法是取最舒适的体位 作为养胃均可 用两手拇指按压在两侧 印灵拳按揉 让刺激充分达到肌肉组织的深层 并产生酸麻胀痛 热走窜的感觉 维持一定力度 用拇指对局部肌肉进行左右弹拨 每次按揉5-10分钟 每分钟按压15-20次 每日2-3次 第四 热毒了 热毒 这样的患者一般有浑身发热 皮肤容易出现红肿热痛 容易起搓疮 全身关节肌肉酸痛 这些都是热声的表现 中医讲 含着热汁 热者含汁 有了热毒 那就适当多吃一些含量食物 比如说莲藕 竹笋 芦笋 冬瓜 丝瓜 黄瓜 苦瓜 另外 马蹄也能清热解毒 有清热利尿 补助降压的效果 配置以白果 淡花 冰糖 有清润 预防热毒感冒之效 还可以按压取持血 取持血在手肘关节弯曲凹陷处 有清热截表 疏风质量 消肿止痛 调和气血 通筋火落的功效 第五 寒堵了 寒血 小米粥 热汤 温敷 涌泉血 这样的患者呢 胃寒 腰冷 手脚凉 面色白 容易拉肚子 可以吃一些小米粥 热汤来散寒 人喝了热汤以后会出一身汗 那么 体表的寒血就会散了 这就和我们刚刚感冒的时候 喝碗姜汤可以孤汗散寒一样 这就是中医中常见的五种淤堵和一些不吃药就可以调理的简单方法 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 不吃油腻生冷的食物 不熬夜 戒烟 现酒 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病都是堵出来的 这些简洁的疏通方式你都收藏了吗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从视频中有所收获 也希望大家平时多关注我的视频 听听我讲的中医小常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